參支的 你們總結到時候 我現在說的是 我怎麼陪她這麼笑 我伯父今年平晚歐爾巴的時候 她人家在加拿大 我第一年 我就要沒有這個二百的活動進行 我去加拿大處 我告訴你 你怎麼可以當年 倒退到這個二百的病患的感覺 因為很多家修 我建家修問題最重要的 家修的問題最重要的 因為很多家修 四十年 那種的危魂啊 過去沒有人關心也好 還是說他對國民黨的那些問題 不敢問 每一個懷疑都不敢問 我第一年 沒這個二百的病患 我告訴你 黃靠少來跟阿明 你在說什麼好病 講義運動 血在血緩 哪有什麼好病 說他都沒有在土競 你只要叫他來給他跪到我後面的夢 我叫誰來給你跪 我也沒有那個問題 我也沒有那個問題 你沒有那個年齡 你就不要跟他說好病 我沒有說好病 你不要說好病 也有這種這麼激烈的這種情緒玩意 所以我一直說 拜託林告訴你 他是精神後醫生 我們的大前輩 在家修裡面 他只能夠收一些 跟家修的情緒 或是說 背景受傷的心情 可以收到一些安慰 或是說 他只能夠收到一些安慰 或是說 所以我去加拿大廚 他聽我說完之後 他只會跟我說這樣 他只會說 我如果要當你十五人 對 我要公開紀錄我老爺 因為他說 正因老爺失踪四十年 他不知道對自己是治癒 他不知道自己是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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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的遺孔 或是治癒 所以不論紀錄過他也不會 不然 他台灣當然 警察不用高興 很可憐 所以他說 他要公開紀錄 就是他說 他要公開紀錄 他說 他要公開紀錄 他要公開紀錄 他也是那時候台台的董事 他說他要公開紀錄 這段事了 我跟這個頭位上出議 我去找王宗教牧師 那時候王宗教牧師 是這年九位的牧師 因為王宗教牧師 也和立定位有成長 所以我去跟王宗教牧師說 他們說 林總裕教室想要回家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兩岸上班 辦一個你母親的堆積在辦 你怎麼回答案不一樣 你總統計劃這樣 這兩個事情都OK 所以林總裕教室回家 參加我們第二岸 就是一九百萬 那邊二百的堆積的八岸的第一岸 我們就在台北的這兩岸上班 一半一半 建立母親的律師律教 然後當然有安排家修去經理領域 那林教室去經理領域 他們都有提出一些了解 家修的了解 我和林總裕教室這麼小的時候 我有聽說一些 共產黨怎麼通前的事情 因為我剛才說他做世界有時候做一個顧問的時候 其實他也有去中文貴 中國衛生部長是很高利的寬佩 他告訴我他去一個危機 廖承智 那時候是人大委員長的官 廖承智也是革命先烈的後代 他們是廖仲台 在國民黨裡面也是很重要的 順領的政府秘密 廖承智來接著 歡迎回到祖國 我的祖國是台灣 我是來貴國訪問 貴國訪問 這上一代的那種地緒和國旗 他們都說 我是到貴國來訪問 我的祖國是台灣 現在廖承智說 國民黨 台西你們老爸也台西我老爸 廖承智是國民黨的懶惰 但是他有唱歌 這名海事 你知道嗎 國民黨 台西我們老爸也台西我老爸 所以是我們共同的地方 跟公司不能混亂一談就對了 這是我們個人 國民黨和我們個人的懶惰 但是今天不是說因為這樣 我就要跟中國騎工一臂的問題 所以 林董議員說台灣和中國就是第一 公司不能混亂一談 所以這很多 他們那一代的 雖然說 林董議員說 他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不是一個政治 各位他不是一個學生 不過 那種的政治的地緒 那種的國旗 很多政治人物都對不到 今天台灣的政治人物 如果去中國訪問 差不多都退學人 退學人 退學人 沒辦法說我們表現自己的一個不期完全 那實在說出來 他已經結束了 我林董議員到差不多四、五年時間 因為下來 從第二年開始 他回來參加我們平凡的運動後 他離開台灣幾十年 所以他回來後 他進化一種大學 然後我們郭庸陽 他有跟他聘這個榮譽教授 我請他去那幾個 那衛生事務那時候也拚他做故事 所以總統就來兩、三年時間去台灣 所以我就繼續有機會 大家接受 那他的家族裡面 除了他 當然就是說 林董議員的太太 我們有很多接觸的機會 再來就是 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 他還有一個自己叫林董議員說 那是美國後 台下 有人做台灣人的教學會議 這我有得對 但是基本上 我感覺起來 是林董議員到時候 有受到他爸爸的影響 受到他爸爸 林董議員的影響 他在他的 他的 經濟施或是文中 裡面會拿到 他爸爸跟他說的故事 他說 他爸爸 要送他去 老娘特授 做送他的事 他爸爸 他自己了解 他在說 他對大年 他對大大 回來的 活動中 叫台大在要求職的時候 他媽媽 他在做 台大國人的影響 所以 他對他一段 他爸爸問過 你回來的感覺 是怎麼做 他們老闆在說 意思就是說 對國民政府來以後 他所接觸的 和本來期待的這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他以前有覺得他對國民黨的信任 或是對台灣的政局的比關 已經是很明顯 我們知道那個時代剛好林茂先生是做民部的審議 有這麼多審議 審議的審議有可能是得失國民黨黨局 因為他對這個 藍儀建管來接受過這個過程精髓廢牌 所以一般的推測是因為他辦這個國民黨 國民黨比較容易去賣 不然就說 200的這個過程 他不想他沒有參加什麼 多審議 他沒有參加什麼多審議 所以 那時候要來抓他的時候 他也有人叫他去賣 有人家說他去賣 政府要去賣 他那時候就是賣 我做不到的事情要賣 我也做不到的事情要賣 那這就是這些人 很單純 日本時代的這些人 我相信是他們覺得如果做不到的事情 對 沒有辦法 那這兩個人的名字不一樣 度聰明 那時候是楊營一定的 其實度聰明也是 弘烈在要補殺的名單裡面 但是我都說他比較聰明 人家叫他造一名真的造一名 度聰明也造一名 所以我台詞 米很久的 米 我如果說過的 那不是米幾個字而已 米跟伊昂營一定沒有去 所以大家伊昂營找不到一定 就派一個外星人叫炎至中 做伊昂營 度聰明米跟多久 米跟丹梨都來 衛道明來接新出現 衛道明來接新出現 人家去衛道明 沒有說這度聰明 不可能是共産党 不可能是叛徒 因為現在度聰明 在一句時代 日本時代來說 他們也是對日本人不換 所以 度聰明和九尾水 他們白白在伊昂營 後的時 又抹想要去 刺殺袁志凱 為什麼 他們就是東京孫文 東京孫康山在結婚 白白在伊昂營 他知道孫文在中國在結婚 這伊昂營學生大家也很支持孫文 結果聽到袁志凱的稱帝孫文 退下來 那時候 軍委所以策劃 說要磨刺袁志凱 當然不是押到押成 就叫度聰明 培養那個霍亂菌 對 因為度聰明想要做英雞 只要大小小小 我們叫他培養細菌 到時候想說培養霍亂菌 霍亂菌培養好了 很少叫他去北京 說想要把那個霍亂菌 放在袁志凱的民水裡面 要讓市議這樣就對了 這段在度聰明的回憶裡面有誰 那時候跟度聰明去的 還有一個叫翁居民 翁居民就是翁謙的阿公 就是翁謙的阿公 那時候他們都 在日本的總統委員 所以翁居民公余也沒有回到台灣 他都留在日本發展 所以翁謙他們這個家族在日本 也算是一個很成功的家族 但是 度聰明那個時候 就已經很支持思維 所以去報的人就是跟衛道明說 他這前 日本時代他就在支持國民黨了 這哪有可能是九三黨 不可能 你知道嗎 有這樣才給他報出來 當然報出來 那時候 土聰明的當然也很聰明 他對他的朋友都沒有抓抓抓抓 包括那個時代 台台很多的道書 這裡面最出名的就是 這個 李廷緣的有一個外室 叫胡欣林 那胡欣林就是湖南園的爸爸 小清清加湖南園的老爸 胡欣林那時候是台台的學主人 去洗澡 然後台台學 Buddha客的炷營 那什麼 內克 客局 Carinho 瑞 Whoo 台 stood 一多一三十個 到時候 還有我們的學生都知道 如果拿 suficiente 去裡面 decide 因為 因為賺錢 就是像你這樣 讀書會 Até sólo omo 中三期的就是一直叫高雄交代說是對一些學生有參加 高雄一個都不講 所以請三 現在都送去到 包括弘心的那些都送到 到關於是十年比較棒 那他們裡面的學生也是有請三 所以大學年出來已經人事權推 他就有好朋友 人事醫生 人物生的那些都在好朋友 所以大學年很失望 高雄大學年離開台大 他早在高雄一郎 高雄一郎一傳跟聖略的那些 高雄一郎就是去創辦的 所以我都說我們高雄一郎 是二百的間接受益者 高雄一郎 全台也都受害 好像因為這樣多一個高雄出來 那種跟兵兵典法也是去公室不住 都沒有做 但是高雄是 因為大學年離開台大後 他就是想說一般他還留在政府 公家做台 所以想說辦一個蘇利的學校 要拚過你國際的學校 所以他去辦高雄一開始就說 全世界最好的大家都蘇利不 哈佛也蘇利不 找到天也蘇利不 清衣也蘇利不 劍橋什麼都蘇利不 所以他說蘇利不 還比國際比較好 當然在台灣的時候 沒辦法做到 所以我經常說我們高雄一郎也一件事 因為我們的校長創校校長是懷抱 那個說世界第一日的大學年離聖 但是高雄我看高雄也不是世界第一日的 不用那麼多學校出來 我看還有沒有一個雅過度聖明的 學士水主 雖然說那個水主沒有什麼院士 但是他度聖明那時候那個學士第二 那是國際的學者 國際的學者 但是他也是告訴台灣的建築的信仰 當然他就走到學士告用的這條路 好 好